今天跟我们的科斯主管 一起来到我们的康寿国小 我们的基业队非常用心 在学校在开学之前 派着我们的消毒车来 将我们的所有学校的这些 校区外面的整个环境 做一个整洁的动作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小孩子来上课的时候 会非常的安全 家长会放心 那么我们也会让小朋友 希望说来的时间 能够多洗手 也请如果有觉得 家长觉得小朋友不舒服的 就去迈来胸口 就让他在家里好好地休息 那我想做一个隔离 那除了请洗手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小朋友 能在跟小朋友之间的接触 要注意 因为小朋友比较喜欢打闹 那这个当中可能比较不受管制 口罩呢 一定要势必要戴好 所以我想说有很多的卫教呢 我们希望说在开学之前呢 家长可以小朋友 用正确的观念 我们也会在开学的时候呢 和小朋友教导 希望小朋友尽量注意 自身的这个安全跟健康 那我们希望健康管理 广告的好 让我们家长就不用担心 当然回到家里以后 我们也希望小朋友赶快洗澡 因为毕竟在外头的这个接触比较多 感染源比较多 希望小朋友回去能够 赶快把澡洗洗 让他冷静 身体 我相信病毒呢 就怕热啊 那这样的话身体就会好 那再次也谢谢 我们的所有的清洁队员呢 非常辛苦 来给我们这些学校做清洁的工作 那么也希望家长放心啊 我们相信我们会做到滴水不漏 大家一起来加油